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興就是說 在這個 瘟疫蔓延時 就是還可以在這裡看到大家 然後看到大家都很自發的把口罩戴起來 那就是 我前陣子在看一個香港的作家 叫韓麗珠 他有一本書叫做 最近出版的一本書叫做《黑日》 那是他在記錄他這個 在香港去年抗爭這段時間 的一個算是日記體的一本書 他裡面提到的一段我覺得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他就是說 他常常在這種 抗爭這種 因為香港這個情勢很混亂 這個狀況之下 他常常會覺得說他沒有辦法做自己的事情 就是說 不管說寫作也好 或者是說吃飯 或者是說這個 他本來有在做瑜伽這樣 但是後來他覺得說不管怎麼樣 就是還是要盡量的讓生活可以正常的下去 這是一個安定身心的一個辦法 那我覺得說其實就算說現在可能疫情有一點 就是說有這個疫情的考量 但是我們大家還是盡量的用一些方式 然後維持這個正常的生活 那也包括我們這個 哲學星期五的這個活動 剛剛有人提到說瘟疫這本書 這個鼠疫這本書 感覺好像是預言 那也確實因為這經濟警報發 所以說 其實這本書的銷量直線上升不只在台灣 然後其實其他的國家都有類似的情況 然後10月之後才拿到 現在我不知道拿到 然後 然後呢 其實就像剛剛有朋友提到 就好像 就是說他好像預言一樣 其實裡面有很多情節 如果大家有看過 或者是說今天我具有興趣看的話 其實我們會發現很多的場景 他真的就像是 我們現在這個 不管在台灣 或者是在全球各地都會發生的 都正在發生的一些狀況 所以說 那我們今天也是很高興邀請到 對這個卡妙 非常有研究的這個 政治大學的政治學系的博士候選人 那個伊夫學長 現場有很多的他的粉絲 那我們來跟我們大家談談 這個卡妙以及卡妙這本書意 那我就耽誤時間啦 我們就請那個伊夫 非常謝謝裕和學長的開場 不過其實 講到卡妙跟鼠意 坦白說 應該不用我多做介紹 大家都很熟 也都很清楚這個人是誰 那就算沒看過 聽 基本上一定會聽過 不過 如果有一些 對他的一個基本的了解 也大概知道他台灣的狀況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通常台灣 在討論這些相關的 卡妙他的著作 第一個 文學相關科系 討論這些事情 這非常正常 人家諾貝爾文學講的 文學相關科系不討論他 誰要討論他 那第二個呢 哲學相關科系會討論他 那當然 是存在主義 這個 現在 也許沒有以前那麼好在學術圈內 但是基本上還是一直有 這個部分的研究群裡存在 會在這個脈絡下 不論是討論存在主義或是荒謬哲學 會討論他 會討論他 但是 政治系的人 因為我已經寫了文學吧 有政治系的 後學 為什麼會來討論他呢 當然我自己本身主要的 研究 對雖然那個 有人說我在那個大學當主教 現在我當的是比較政治 但其實我自己的主修科目是政治思想 但其實把卡妙以及他的著作 當成政治思想在研究 坦白說其實是很近年的事情 大概近四五年左右 才開始有相關的書 慢慢的出來 把他不只是一個文學作家 也不只是在過往的 哲學的脈絡之中去討論他 而把他放在政治思想這個語域討論 那其實坦白說 這有可能是比較符合他的原意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在歷史上 很多的名人 他被關注的方式 跟他自己所認定的方式 是有蠻大的落差 比如說 大家說卡妙是存在主義 可是他其實說得很明白 我不是存在主義 但沒人理他 那大家說他是文學家跟哲學家 但其實他也很明白在說我不是哲學家 但大概也沒人理他 那這個狀況就跟另外一個 近年在台灣也開始變得很紅的 也是我曾經研究的對象 漢拉爾蘭其實非常像 然後說漢拉爾蘭做哲學 但其實也是非常的明確的跟大家講說 我不是一個哲學家 你可以說我是理論家 說我是思想家 但我不是哲學家 可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呢 我們可能要清楚 我們是怎麼認識他開始 進入今天的主題 就是卡妙他到底是誰 誰這個沒什麼問題 洛伯瑞伯加雅 會組法國人 阿爾及亞裏法國人 但他的定位會是什麼 比較常見的 OK會說他是 通過有幾個學家 或者是剛剛講過的存在主義者 那當然 OK文學家沒有問題 政論家 其實卡妙就寫了非常非常多 對於時事的直接評論 不論是在他創作一鄉人之前 他就在戰鬥報上發表很多東西 而且他本身也是會記者 然後在二戰的期間 他基本上就是 大國戰鬥報的一個重要主題之一 而他在寫完這些所有的東西 那當然其實他沒寫完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扯護過世 他其實要寫的很多東西他沒寫完 他在他生命的晚年的時候 也投入了一場重要的論戰 就是關於阿爾及利亞獨立的論戰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就是阿爾及利亞原本是法國的殖民地 那他們要求獨立 也在拿拿戰爭 那個大概是他生命末期的那幾年 1957左右的事情 他開始投入的是 那些大神的論戰 而且他的很多 所謂的作品 其實也是關於這個東西 所以說這個政論家 記者這絕對沒有問題 那思想家呢 OK他對相思想的著作 大概就是兩本 一本是缺席佛斯的神話 另外一本就是反抗者 那缺席佛斯的神話他講的明白 我在處理自殺和荒謬的問題 那反抗者他是說 我在處理荒謬之後怎麼反抗的狀況 那這兩本是他最具於思想性的著作 但其實不止如此 那當然他是不是革命分子 當然也是 只是他並不是直接去參與 軍火戰鬥人 他曾經有想要加入過 可能因為他的體格不符合 所以發軍把他給辭退 但他做的做法是什麼呢 他是在當時主要的輿論戰的重要參與人 所以他其實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說 他是一個革命分子 那對他而言 其實真正最大的問題 或是 大家怎麼去理解他的問題 我們大概可以用他兩本重要的小說的人物 就可以能明顯做出這個差異 他最有名的作品當然是《易襄人》 那《易襄人》的主角 莫說 簡單講一下他是什麼呢 他基本上是表現出 他對世界一切都是冷然的態度 從他的作為習慣說法 以及他在故事裡面 他殺了一個人 那他的理由是 當天的仰光很刺眼 那最後他又判處死刑 是不是對一切的人來莫說 那這大概也就是 大家對於他 在於存在主義 或是荒謬哲學區的一個主要的印象 但是到了屬意 就會發現 裡面的主要角色 好像跟莫說是一個決然對立的人 當然裡面最主要的 就是從一開始發現了 OK可能是有屬意的情況 到後來 在政府其實搞不定的時候 自己想辦法組織民間參與 去積極提供協助的醫生李厄 他的所有所有所謂 看起來跟莫說是完全決然對立了兩面 所以這其實產生了一個問題 會不會其實會有兩個卡沒有 當然 一種說法 那比較簡單的說法是 因為他經歷一些事件 而發生了一些轉變 其實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如果在做思想要哲學家研究 也常會聽到所謂的 比如說早期跟晚期資本 像青年馬克思 或是晚提馬克思 那各自的代表當然是1844手稿 以及資本論 不過其實比較有趣的是 在歷史上出現順序 大家是先讀到資本 才讀到1844手稿 因為1844手稿 是後來第二國際才能出來的 或者是黑格人 他也都知道 有聽過所謂的青年黑格人 或是晚年的黑格人 所以其實一個思想家 他有些轉變經歷很多事件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不是只有這麼簡單 我們可以先回到 一個在相關研究上 不論是文學 又或是哲學的狀況 會說卡蜜大概創作 主要有兩期 第一期是荒謬循環 那第二期是反抗循環 那代表著作的 小說當然荒謬就是一廂人 那他的相對理論性一點的話 是學習佛斯的神話 那在談反抗的時候 他的小說是屬意 那他理論性一點的著作 就是反抗者 所以一般而言會有這兩個分歧 可是如果我們仔細去閱讀中間內容 就會發現 這樣的一刀切 沒有那麼的簡單 OK 雖然莫說他的確是一個對所有事情都表現冷然態度 這他最有名的名言就是 那到底神在審判我 這個其實是他在小說中最後的自白 可是這是不是代表 在異鄉人中就完全沒有主角個人以外的世界客人 他來說不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可以講 如果真的是覺得說 因為反正一切都是荒謬的 都是虛幻的 沒有任何的準則的話 莫說本身的審判 裡面並沒有表示那是不對 整篇小說也沒有反對莫說應該為他殺人 而付出代價 只是他的問題是誰可以審判他 所以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會發現 即便一個主角是對世界完全冷藍的角度 代表代表中間沒有世界的產分存在 不是 那更不要提 或者你在往下看 OK 鼠疫這部小說 當然它裡面給大家很多勇氣 去面對我們所面臨的一切的荒謬的情況 但是 在其中 到底是反抗的成分大還是荒謬的成分大 如果有看完角度回來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鼠疫絕對算不上是什麼喜劇的結局 絕對不是 而且 在其中 最努力的一些人 剛剛講到伊斯里爾 以及 他在中間的一個好夥伴 叫做塔羅 一位知識青年 他們大概算是在整個活動之中 是最努力的 也最願意出來 去組織 去幫助大家 去行動人 最後的解決是什麼 塔羅染上屬於病死 那對於 里厄迎來的結局是什麼 在故事年一開始 他在奧蘭城的時候 他把他生病的妻子 送到外面去療養 在三間療養院 那他看到的最後的結局 並不是我們所一般想像的 OK 屬於過了 大家可以重逢 Happy End 不是 他在最後的時候 他知道的是 他其實死了 而且這是一個禮拜後的事情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雖然他看起來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但一 是不是真的會得到一個 所謂的好的結局 二 他們的作為 真的 有用嗎 其實這件事情 在整本書裡面 是一個問號 醫生女的最後其實也表明到很清楚 我們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真的對意志屬意本身有幫助 不是很確定 因為其實他還說 從一開始 屬意是怎麼來的 故事的開始就跟你講 不斷有老祖在死 老祖意就爆發了 可是到底是怎麼來的 不知道 那故事的結尾 屬意退去 是怎麼退去的 坦白說也不知道 所以其實如果 我們那邊看的話 就會發現 他們做了很多積極的行為 但是他的意義 並不是像我們 平常所想像的那樣 是因為這樣子 可以讓事情可以變好 而且其實甚至也不是因為 他會得到個人的幸福 那坦白說 這某種程度 不是你 莫收的遭遇更加荒謬 那他的荒謬跟反抗的界線 會在哪裡 那再來 再下面 來看 你看 這兩個 所謂的荒謬或反抗的循環 各自代表的里約星著作 薛西佛斯的成畫 以及反抗者 他真的是決然 對立的兩本著作嗎 坦白說也不是 在 薛西佛斯的成畫出版 大概15年後 因為要出英文版 所以他重新寫了一篇序 他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這坦白說在反抗者一開始 其實也有提到這件事情 他的定位是 這兩本著作 一本在處理自殺 一本在處理謀殺 但是他們一個共同的 核心意識 都是在討論人要怎麼面對的荒謬 以及 我們在面對的時候 如何為自己設下界線 所以其實坦白講 這兩篇 就其內容來看 主旨並不是完全對你的兩本著作 那更不要提 如果 在看他的 其實很多的內容 尤其是這兩本書對於藝術的討論 幾乎是如出一策 這兩本書都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他們特別有討論到 什麼是藝術創作 以及該怎麼創作 的這件事情 但他們的內容其實是非常非常相近 但差別只是說 反抗者是有在更進一步 更深入一層的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發生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過往會覺得說 OK 卡密 無論他是有兩個卡密 或是有什麼情況 或是荒謬與反抗的 結論對立 又或者是 講得更寬鬆一點 他從荒謬到了反抗期 這件事情 這一個基本前提 可能是需要重新再思考 當然啦 不過我們可以有一個比較簡單的事情 是我確定 如果你要問他是貓派還是狗派的話 他覺得是狗派 這張照片其實非常的罕見 在前面跟狗玩的 那就是卡密 然後其實全部裡面也就只有他跟狗玩的 完全沒有看鏡頭 那大家其實可以去找一下 然後去Google一下 這裡面的照片都大部分都是當時代的大咖 不管是資料界文學界的大咖 大家講這個不只是純粹為了 誰一個 而是因為有一個說法 是 左派愛謀 右派愛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但是卡密他到底是什麼 他到底要被算在左派還是右派裡面 其實就如同剛剛 他到底是荒謬還是反抗 這之間其實沒有這麼清楚的界線 至少不會像過去以往所認同的 這麼清楚的界線 如果問卡密他一生立場 他加入過共產黨 然後後來又脫離共產黨 然後並且 這其實也是他跟沙特 鬧翻的一個重要語 因為大家應該也有聽過 當著文壇商 他 沙特跟他本來是我兩心心相喜 然後最後就是鬧得非常的僵 原本 比如說薛西佛這個神話 或是鼠疫這些小說出版的時候 沙特基本上就把它補上天 那反抗者沙特的評論就是 這完全看得出來 卡密我完全不是一個有深度的哲學思考 因為裡面是異常的混亂矛盾不知所 大家可以去查這個評論 那他也曾經加入過吳政府主義的組織 但其實顯然也不是他完全一生的歷程 那他到底在做什麼 這個其實也會看到他的屬意中 到底展現了什麼樣的議堂來告訴我們 所以這個算是今天我的一個開場版 也是我的一個同心的問題意識 首先我們得先回囉 來問這個問題 就是荒謬跟反抗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OK 這兩段應該就是 這兩本書最有名的兩個段落 第一段當然是薛西佛斯神話的結尾 他在講什麼的 他在說薛西佛斯推石頭啊 上山他每天都要這樣推 但是這個沒有阻擋的影獸 對他來說既不是荒奇的也就是阻擾 組成那根石頭的每個微粒 木色籠罩的山林來面況時 他本身變成一個世界 朝下山林的戰鬥本身就足以充實人情 OK 但重點是最後一句話 也是最難解的一句話 是我們應當想像或必須想像 虛西佛斯是快樂的 這句話非常的妙 但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OK 那在下一個 也是反抗者之中 基本上一錘定音的一段話 他說反抗的角色就如同佛斯 在思維範疇裡起的作用 他是首要明顯的事實 這個事實讓我們擺盧孤獨的狀態 令你所有人首要價值共同點 所以我反抗 故我們存在 OK 他講的這個空間 其實就是所謂的 我思故我在 在思維裡面起的作用 那為什麼 會是長這個樣子 但在深入之前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個東西 就是不論是虛西佛斯的神話 跟反抗的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是 我們是什麼 而且最有趣的是 OK 虛西佛的神話雖然看起來 那是他一個人的事情 他反抗天神 所以被罰一個人在那邊推石頭 不太可以通 每天推石頭 大部分的事情 也都是在說這件事情 可是最後一句 除了應當想像之外 多了一個角色 叫做我們應當想像 所以很顯然 他在這邊那個結論 不是在問 薛西佛斯本人是怎麼想的 或者說 這個意義 不是僅局限在 薛西佛斯個人身上 更關鍵的是 其他看到他遭遇的人 應該怎麼去理解的問題 而在反抗 則裡面 也會很有趣的事情 是我反抗不無的存在 他很明顯 是一個從個體到 相對集體的一個狀況 這個狀況是怎麼來的 那為什麼這兩個是可以成立的 其實就是拒絕 他到底荒謬跟反抗的關係 是什麼的關鍵 首先 一樣 周強官是這樣研究的 沒有辦法 職業病 一定會先來 問一下 每個字詞到底在說什麼 什麼叫做荒謬 或者是說 感受到很荒謬 這是誰的問題 大家應該都感受過 覺得很荒謬的事情 對不對 就是當你知道 可能是 去坐飛機做客運的時候 然後坐高鐵 旁邊的小孩 每個15分鐘 按時哭鬧 這什麼做完 會有一種完全荒謬的感覺 你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他到底在哭什麼 這個 我在之前去英國 採討練導會的時候 的飛機上 旁邊的小孩 基本上是每個3小時 就會開始 那個時候整個 旅程 基本上都會想出問題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那這個時候 你會知道這覺得荒謬 你認為他應該要有意義 那坦白說他沒有什麼 這個也叫荒謬感 可是 我們 有這個感覺 問題在哪裡 在 卡又認為 其實坦白說 我們這樣生活所經歷的荒謬感 最大最大的 就來自於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世界本身 坦白說就是荒謬 當然這很明顯是接續了 你採在講所謂的上帝意思 意思就是 所有的客觀經濟 基礎都消失了 所有被賦予意 可以賦予意的標準 都消失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世界其實 沒有什麼道理可以 沒有什麼道理可以 當然我們很多時候 比如說我們養小動物 我們很多時候 會用女人化的方法 去思考他的種種行為 但坦白說 可能都完全不是那個樣子 那更不要提 這個世界為什麼 是長成這個樣子 他為什麼是這樣運作 OK 當然我們有可能會想要 我們一些所謂科學定義去理解他 可是如果從意義的角度來看 我今天如果手放開 東西會往下掉 意義是什麼 其實也沒什麼意義 他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那更不要提 當我們發現 坦白說很多時候 有些東西他吃不住 比如說大器他為什麼長這個樣子 他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 會不會真的是哪邊 哪一隻狐爺在拍翅膀 然後就形成另外一邊巨腹 這個道理 有什麼合理性可理 其實沒有 他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比剛剛所謂的小孩每三個小時的幾乎 是一個更大的 無合理性的問題 不過 他同時也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你覺得 這樣是不合理 至少蕴含了一個基本的前提 就是你有一個需求 一個訴求是 這一切必須要到 也要有意義 如果你自私不care這件事情 他怎麼樣感應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遇到很多的不公不義之處 其實坦白說 不只是當下 對於那個被傷害的痛苦而已 我們很多的時候 其實我們想要知道是為什麼會這麼 我承受這些恐難 有意義可憐嗎 這個其實往往 才是比當下受到那個傷害 我們會覺得更大不能接受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不能接受這件事情 坦白講 問題絕對不是純粹只在於 那個東西沒有問題 他必然同時蘊含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絕對不要用 這兩者 是同時存在的 用卡密自己的話 叫做什麼呢 叫做三一型 人 世界 更荒謬 他必然三者是會同時存在的 如果世界有道理 那顯然不會荒謬 如果你不覺得訴求合理性是些重要的事情 那坦白說也不會有荒謬 他必然是兩者同時存在 才會導出所謂的荒謬 所以這個其實是 他在探索什麼叫做荒謬 這件事情 一個很大的差別 而且這也坦白說 會是跟存在主義 或主流存在主義者 一個很 很劇烈的差別 如果大家知道沙特的話 應該知道他最有名的一句話 叫做你自己選擇吧 你自己決定 其實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任何的 客觀性的標準 沒有任何在告訴你什麼 叫做有道理什麼 叫做美料的標準 那其實唯一剩下一件事情 就是只有你自己的選擇 所以他那句話 被視為 對於自由本身的肯定 也是奠定他的所謂存在 先於 內心的人說法 的一個重要的角度 可是沙特會 卡密爾會跟你講說 這是什麼法 這是什麼法 如果我們真的會 有認知到什麼叫做荒謬的話 你就會知道 他其實是同時兩個基準都要成立 一方面 是世界本身的無合理性 但另一方面 是人其實會有訴求不定性的要求 所以 你不可能 只是不對如此 那 這也會導致他 在 所謂的自殺的問題上 他在哲學的意義上 反對自殺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 自殺 本身其實是一個矛盾的事情 當然 他指的不是說 我們沒有肉體 也不會感受到肉體上的痛 當然知道 不會 但 他想問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之所以覺得我們要離開這個世界 是因為世界是不合理的話 那你的離開本身 到底是你肯定的世界不合理 還是你反對這個世界是不合理 如果你是肯定這個世界是不合理的話 那坦白說 坦白說第一個 其實就不會 有所謂的荒謬 如果你覺得荒謬感是造成的 我們應該要離開裡面的話 如果你肯定世界是不合理的話 你有什麼好 覺得怎麼樣 他就這樣啊 對不對 那你不要問我說 媽也為什麼往這樣爬 果然他就爬到我背上 他就這樣 那你有什麼好覺得不對勁呢 可是如果你是為了要反對他的話 你透過消極問題的前提的方式 去反對他 會是一個有效的策略 這其實就這樣 這其實就像 就像說 我 完完不給錢 就不算資料 是一樣的道理 為什麼這麼說 OK 因為我們都知道 你要構成那個行為 錢 付錢 沒關係 當然是他的一個構成機存在 可是會因為你拿掉這個東西之後 原本的問題就不存在了 其實坦白說還怎麼會 就怎麼會 你雖然好像站在邏輯上面 或是在概念上面 你消解問題的前提 但是真正的狀況 真正需要面對事情還存不存在 還是存在 所以對他來說 為什麼 自殺或者說更簡單 實際的講法是 就是 離開這個世界 為什麼 不是一個 合理的 做法 是因為 你不管怎麼選 他其實都是一個內部的矛盾 反而 什麼狀況 是可以繼續維持這個平衡的張力 而不讓你向任何一方靠 他認為如果你要真實的面對 我們剛剛講過三一型 那前提是你三者其實都是要存在 而且是在一個平衡目的的關係中 那怎麼樣維持這個張力 就是靠你的反抗 所以他認為 反而你的反抗本身 他才有可能 得到一個 赫羅里的結論 所以其實 從他的這個推論裡面 你很明顯的發現 反抗本身是 就是預言在 後面這個概念裡面 如果你要選擇面對方 沒有辦法 而不是透過矛盾的手法 去消解問題的話 那你本來就應該要選擇反抗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問題的關係 而不是一個 短力的關係 那 再下一個問題 反抗什麼 或者是說 我們怎麼從我 走到我 的這件事情 又是怎麼推出來的 其實第一個 OK 我們剛剛如果可以接受 照卡梅爾的看法 如果你是要真實的面對 我們而不是只要消解他 讓他不存在 或者甚至變成肯認他的話 反抗是你必須要做的事情 可是這個到底跟你有什麼 跟別人有什麼關係 他應該是跟你自己有關係 就像缺席佛子 他自己在那邊推石頭 然後他心裡覺得 OK 我就是 不管你們是神說什麼 就算你讓我的肉體 一直要推石頭 心動才不認同 我就一樣 可是這跟別人有什麼關係 卡梅爾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剛剛講 反抗者 根據佛子的話 一個在處理自殺 一個在處理佛殺 但他們兩個 的一個共通交界點 其實都是對生命本身的價值 到底是什麼 沒有問題 因為在卡梅爾看來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可以認同自殺 你不認為生命體質 可能是有價值的話 坦白講 對於謀殺 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在邏輯上來說 如果你覺得生命本身 其實是可以被拋棄 它其實就是沒有意義的話 那坦白說 為什麼他者的生命是有意義 所以 在 你確定的 剛剛的前提 這個人要能成立的話 他已經包含了一個余生 就是這不是指對你有效 這是他對於所謂自殺與佛殺的 國際的看法 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所謂的反抗 最難的就是 你覺得他是不對的 你覺得他是不可接受的 這叫做反抗 但 什麼叫做不可接受 這是誰決定 如果你真的認為 這件事情 他是不可接受的 他是有問題的 那當然 對於他來說 最大的問題就是 世界本身的無意義的可能 那你同時也會知道 這絕對不是 對你是這樣子 對他人也是一樣的 所以 在他看來 這也是 兩者會同時成立的事情 如果 OK 你覺得 我們不能夠透過消理自己的生命 來解決面對荒謬的問題 那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可能生命是有價值 那第一個人上 這個生命的有價值 不是只有對你 也是對別人 那第二 就是 如果你覺得 我們是應該用 他們的方式來面對的話 我們應該去對抗不合理性的話 那其實 這個不合理性 同時也不是對你而已 而是對所有面對這個處境的人 其實都是如此 他對話來說 其實最實際的意思很簡單 我們會覺得 我們應該去反抗 應該去投入很多的行動的時候 難道是只有你在受害的時候 你才會這樣想 應該不是 當然我們不反對 其實很多時候 當然是 跟自己的利益 或跟自己的狀況相牽涉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做 但其實我們應該也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很多人所謂的站出來 那他的理由是什麼 並不是因為他自己受害 該坦白說其實很多時候反而都不是 因為如果他已經 產到某種境地的話 他大概也很難站出來 那如果這個行為可以成立的話 他背後的道路是什麼 他背後的道路是什麼 其實就是 因為你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 因為這個理由本身 而不是對我 或對他 或對 而是對於大家來說 對於我們身處境來說 這個行為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所以他應該被修正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也會覺得 反抗 如果你覺得有件事情不對的話 那他同時 也會是 對所有面臨這個處境的人來說 都是不對的 這就是他所謂的 我法剛顧我們存在的原因 所以 其實 從 剛剛 蜂蜜 其實往下解 首先是蜂蜜本身 在他認為 如果你要可以面對 他運環來反抗 並且 如果他運環來反抗 他的意思 一定包含了這兩者 一個是 生命是有價值的 不只是對你 對所有人有優勢 另外一個是 現在我們面臨的處境是不合理的 不只是對你 對大家 都是 所以 與其說 他是一個分歧 或是一個不進階的關係 在卡謬自己的著作裡面 他更像是一個 互相預設的 循環關係 我個人認為我會是找這個樣子 那 可能大家 不能接受 但是 比較重要的是 那他怎麼去證明這件事情 當然他可以用很多 所謂生活的例子來證明 不過卡謬他有個特別的地方 他的小說 本身就是他的證明 那他是怎麼做這件事情 我們直接來看 屬意之中 他怎麼呈現這件事情 其實如果大家出去看的話 屬意之中他還在做很多 所謂一種 概念的爭辯 態度的選擇 他其實透過角色彼此之間的互動跟對話 才呈現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從中去梳理出 卡謬到底是怎麼理解這件事情 為什麼這些人會做這件事情 當然除了剛剛講的醫療團隊的領導者 而且在他的書的最後其實也就直接揭露 在他的設定 卡謬的設定裡面 李二醫生同時也是這本所謂的 我們繼續提的記事者 這當然會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但是或許更能夠突顯 到底他是怎麼想這件事情的 是其他跟李二是互動的人 比如說剛剛講的知心堂 以及一開始的一個記者藍博 他們也是 尤其是藍博他從 一開始他只是進了奧蘭城 想要做一個有趣的花邊新聞的報導 他趕快欸好多老鼠死了 好像可以做個有趣的報導 但後來就突然被封城封在裡面 那他當然一開始就很想要跑出來 這人之場景 那當你被封城的時候 第一個選擇應該是想辦法 怎麼往來跑 而且藍博你朋友那時候在巴黎 是他非常想跑出來 但是他後來試了失敗之後 他最後的選擇是加入這個醫療團隊 所以是在這些抉擇的轉變之中 其實更能看出來卡謬他到底想要表達什麼事情 這裡面其實我個人認為是 他在整部小說裡面 雖然不是最有名的 但其實是最可以看得出來 他到底是怎麼去認為 我們為什麼要反抗 什麼是荒謬 怎麼面對的問題 這段是李厄跟塔羅的對話 他會問塔羅說 你到底為什麼是他會問這些事情 因為你原本是塔羅先去找李厄 去跟大家談 我們是不是應該自己來做一些什麼事情 他講了很久 最後他問出問題 他回答說 是一種道能感 那什麼道能感 他給了一個答案 叫做理解 這個理解包含了什麼 包含了理解塔羅整 理解我們的處境 也理解我們 在這個狀況之中 如果我們不想要跟 朋友 那我覺得有什麼選擇 那他具體的做法 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 這個小組的成員 因為塔羅做的片子 有李厄是正在懸疑的 他們幫助市民更深入的 瞭解疫病 聽說服一部分的人 既然這個疫病已經存在 要想要對他 我們應該做 我們該做的事情 而關鍵是 由於瘟疫變成了 某些人的指責 也才顯露他本身的價格 這是眾人的事情 其實這句話就是什麼 這句話就是我反抗不聞 存在的具體展現 其實就在這裡 為什麼他會變成 這些人的指責 坦白說沒有任何人去要求他們 沒有任何外界的力量 要求他們要這麼做 他們是完全自願的組織 他們當然是有政府 但是其實 在小桌裡面 政府的作為 基本上蠻低的 從一開始 大概是先來隱瞞疫情 然後看來不行了 就開始封城 但接下來就沒有什麼太重要的作為 所以其實顯然有什麼叫做 可是他為什麼會這麼做 因為他們知道 面對瘟疫 不是只有我們 或不是只有那些其他事 是我們一起的事情 這個就是我反抗不聞存在的具體展現 而這件事情 在歷史 或者在政治中的意義 那接下來表明得很清楚 坦白講 對他來說 這個不是什麼 天大的事情 甚至不是偉大的事情 在卡脈的理解裡面 這其實就跟 告訴大家2加2等於4 是一樣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事實 因為在他來講 如果你可以真正理解到方便的話 你就會這麼做 所以這其實 是他的一個基本 什麼預設究竟存在這件事情 當然 他其實也知道 或許 沒有老師 會因為要叫 成文生2加2等於4 而蒙受什麼傷害 但是 如果你要去對抗鼠疫 你有可能是會染病 那當然 其實塔羅最後也會染病 而且病死 但 他認為這兩個 並沒有因此而產生本質上的察覺 因為理事實上某些時候 你告訴大家2加2等於4 就是會被殺害 就是會被判斷死刑 當然啦 他現在顯然面臨的問題跟不太一樣 他講的就是什麼 他講的其實就是納粹 如同二來說 納粹真的問題是什麼 他置換了大家在 道德上最基本的一個判斷 從我不可以殺人 到我應該去殺人 在打的姿勢底下 其實對他來說 這就是 2加2等於4這樣的事情 不敢殺人 他不需要有什麼多餘的論者 他就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如果你可以理解到 這個是重的主義 他就是個基本的事實 但是在某些時期 坦白說 這就是會讓你不要殺人 會做過事情 那這件事 並不代表 他本身在道德上 就有什麼艱難 或者是愛情刀場就 特別超越一般的文章之處 當然你會需要更多的勇氣 是什麼 但如果純粹就標準 叫做Variant 這其實沒有等上察覺 另外 那另外 到底塔儒是為什麼會去找一個 也就是剛剛在講 他的筆記到底是什麼 在塔儒自己身上的展現 但是大家知道 屬於的差不多中後期的人之後 就是他們開始常聊 因為其實他們在大部分之前 沒有什麼時候聊天 因為他們要去做他們 醫療小會的事情 但在一次常聊之中 塔儒揭露他自己的背景 他會 他什麼時候 知道了 或是感受到了 這什麼理解 跟所有的風險 他告訴李二說 他其實在拉奧寬暖暖之前 他就知道 大部分人都染上了 異病 當然這個不是屬於 可是有些人是不自治的 那有些人是知道的請脫 那他顯然是後者 但這個異病是什麼 他講這個經驗是怎麼樣 塔儒本身 其實算是一個 不錯的家庭 他父親是當法官 那他當然本身也是 以時無語 而且他父親也會 希望他能夠 繼承 他的位置 做相關的 於是 就有一次 父親說 我要帶你看死刑的審判 而他看死刑的審判 當然他看到了 一個罪犯 他這邊沒有要去爭辯 這個罪犯是真的犯罪 還是沒有犯罪 是無辜或是死的 他的重點不在這 但他重點是 他在觀察 看這個審判的過程中 他意識到一件事情 其實在此之前 他對於這些犯人的領境 是以一個抽象的身份 就是被告 就是嫌疑犯 就是犯人 或者是最後被質詢完死的犯 在他眼中他其實不是一個人 但他在直面面對了這個場地審判的時候 他其實發現 他在除去了這些抽象的身份之外 他本身是一個人 那他給他一個錯 叫毛頭印 然後他說 那時候反應 他頭髮是紅色 然後他那個 讚頭的狀況還像 所以 他是在這件事情 去發現的這件事情 是什麼 是 這些審判 通通都是有一個問題 他用了某些 很高尚的理由 不論是對於社會 應該維持一定的和諧 又或是他本來 應該負責任 而去處刑他 但是其實 在這背後 其實他們都沒有把他當作一個人來看 這個其實就是他所認為的理解的第一步 要知道什麼事情 那當然卡密歐本身也是非常難會死心 而他這一段的描述 如果大家去看他的另外一部著作 叫做那個 對死刑的反思 也有人翻成絞情架的反思 或者是斷頭來的反思 其實基本上 情節大概是如出一策 就是卡密歐小時候 也去看了刑刑的場面 而他感到惡心 他想住 因為他發現其實 至於切無 只是用另外一個 看著很抽象很高大上的方式 但卻是剝奪一個人身為人的存在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他自己所謂的理解 以及他之後 為什麼會轉變來到奧蘭 然後並且加入這個 加入這個整個小隊的理由 這如果我們稍微整理一下的話 我們就可以發現 卡密歐會覺得說 荒謬起於人與世界的不邪可 而反抗一方面 你要維持這個 張力所在 他才可能是平衡的 而不是倒向任何人 那另外一個 他同時也展現了限度 以及自身的價值 以及第二個 是 真正的反抗 今天的前提在 你對於荒謬有真實的認識 以及你對於他人有真實的認識 才有可能打得到 其實最後 他 不只是 有這個自覺 並且他會促使你去參與行動 所以其實 某種程度 我覺得塔儒在 這整本小說中的描述 是 最具體 最形象化的 展現了 到底 卡密歐認為 荒謬跟反抗的關係是什麼 以及 你可能可以怎麼做 的一個具體案例 而這個也是 我認為他 這本著作第一層 重要的意義 他不會只是一本小說 不會只是一本故事 當然 也不只是 會是 可能被 拿來閒坦的標的 對卡密歐而言 這個其實是 彰顯他本身 思想的一個重要活性 的具體呈現 但為什麼會 有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 我們必須去 談到的是 卡密歐對於 藝術創作 本身的 態度 到底是什麼 這其實是一個 蠻有趣的問題 如果在 這樣的領域的話 這會被歸類在 所謂政治美學 或是政治與美學的關係 等等的方面 在討論的問題 而且這也是為什麼 很多人認為 在 研究卡密歐的時候 我們永遠得把 他所謂的 理論性的著作 跟小說 劇作 等等 一定是要對照在一起看 因為 其實 寫小說本身 就是 卡密歐認為 反抗行動的 具體 展現 的一個重要的形式 這就在哪 OK 第一個 就是 他講反抗 當然最重要是反抗者 不過其實蠻吊詭的一件事情 就是反抗者這本書 你從頭看到我也發現 他其實都是在跟大家講說 過去的反抗為什麼都會失敗 他分兩種 一個叫做形而上的反抗 就是哲學上反抗 另外一個是歷史中的反抗 但他的結論 並不是要告訴你說 他們都好成功 或是 告訴你說 過去有 這麼多可以學習的案例 他其實恰恰跟你講說 為什麼 過去的這些反抗 都失敗 而他的失敗在於 他最終其實走向了自己說 原本不願意走向了道路 他失去了限度 而成為暴力 那 蠻著名的一個是 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 批判 非常的有趣 那這其實也是他 後來為什麼離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馬克思本人怎麼想 跟馬克思主義是兩件事情 他其實講得非常清楚 可是到底為什麼馬克思主義 後來會變成 蘇聯的那個樣子 當然沒講 但是 也有可能是對岸的那個樣子 為什麼呢 這個在他的理論之中 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他講法是這樣不要允許 馬克思主義他其實是一個啟示 啟示 啟示 啟示跟喻言 喻 喻言加喻 喻言 有什麼不同 喻言可能會失敗 啟示是不會失敗 什麼意思 我跟妳講明天會下雨 我可能會失敗 那當然可能明天看沒下雨 就失敗很簡單 或是我們看明天有下雨他成功了 但這不是啟示 這是雨 什麼是啟示 有一天會下雨 這個叫做啟示 這個叫做啟示 我告訴你 明天就是世間末日 或是2012就是世間末日 不管你要趕快信誰 等下看到阿羽的日搞哪個出來 就跟妳講哪個 這個叫做雨 我跟妳講末日會降臨 會有最終審判 這個叫做啟示 他永遠是 會來 但還沒來 用德西大的話 這叫做降臨 那共產主義為什麼是一個啟示 我告訴你資本主義會 最終總共滅亡 什麼時候 怎麼滅亡 但這中間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由於他有一個不會失敗的啟示在那邊 所以會變成所有為了這個目標 而做的行動 都可以被正立 我們如果用比較聽過的話 叫做去創造歷史 或者去達到歷史選擇的某一方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是他們最常自我正當化的做法 而他認為 藝術 或者他怎麼可能的藝術 有一個獨特的點 就是他要拿捏一個平衡 什麼平衡 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平衡 什麼意思 我們可以先看 兩段 有一段 是收入在抵抗抗抗議史文 也就是卡密爾雜文集 這本雜文集可能 比較少人有看過 但他來說 對於卡密爾來說 重要性絕對不亞於他所有的其他著作 這本雜文集原本是他的三本散文著作 出了之後 在他過世的前一面 要出英文版 於是他在從中收錄了三二十三篇 他認為最重要的 文章 而出出來的一個文版 而卡密爾本人也表示說 其實這本雜文集的重要性 至少絕不亞於他之前出過了所有 不論異鄉人屬裔 反抗整邊不達成話的人著作 而他裡面這是一場他做的嚴謹 是什麼 他告訴大家說 為藝術而藝術的謊言 他假裝知道邪惡 但寫實主義 其實他講的是 所謂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謊言 是他設保承認人類目前痛苦 但還是嚴肅的背叛痛苦 去葬了一個將來的快樂 而這本身就是最大的謊言 OK 如果對於 在討論政治 美學 二人世紀以來 藝術創作 看到這兩個詞 或許大家可能會想到一篇文章 就是 巴雅林的 《機械富士時代》 藝術作的最後的結論 就是在講 art for art saint 跟所謂的 邪氏主義的問題 當然 他的文章結尾並沒有 他只反對了前面的問題 但後面一個是什麼 他並沒有 直接的講明 他在那邊文章結束 但到底什麼叫做 for art saint 這個說法 其實就是認為 藝術本身就有意義 他不需要 在現實中 扮演什麼重要的角色 或是一定要 在現實中 舉起什麼重要的意涵 他自己本身可以成就他理 但卡蜜爾的看法其實很簡單 就代表你這樣的創作 是完全蔑視了 現實之中的所有主題 而他最後的結論 在巴雅林其實已經挑釁得很清楚 他最終的就是 造成納粹的法西斯的結局 當然巴雅林的說法 比較妙一點 他是說 法西斯其實就是 奧巴雅林這種想法的人 最終產 他請盡了所有的權力 去創造他的藝術 而那個藝術其實就是 以戰爭的形式為止 所以這個是他認為的第一問題 但另外一個 什麼叫做socialist realism 他基本上是取緣於一個 蘇聯的藝術流派 那他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用很寫實的手法 來表現出社會主義 達成實的美好狀態 他的目標是要這個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文革時期的 很多藝術作品 偉大領袖會幹嘛呢 會指示了某一個方向 然後你會看到工農階級都非常 OK 鼓舞 然後達成歷史的勝利 他的手法無疑 是寫實的 也熟悉 至少他畫的偉大領袖不是抽象畫 如果你敢把偉大領袖畫成抽象畫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不能多說 但是 這個是不是 成見真實 其實坦白說 不是 如果你知道 你需要去描繪一個 社會主義達成實的美好狀態的話 意思就是 你知道現在不是 其實就是你知道現在不是 可是問題是 那你知道現在不是 你有 要真實地成見這件事情嗎 Actually 所以這對卡妙而言 雖然他好像 不是說 藝術可以 就直接為他自己而言 他必須要跟現實有所連結 但這樣的連結 其實坦白講 他也沒有真正的正式 和現實中的負難 所以這是卡妙他認為最大的問題 而卡妙在講藝術創作 當然很主要的一個 這個FOX的膠底就是小說 那什麼是小說 他說 他就是一個行動的人 在其內找到的形式的宇宙 他是照著人的深層渴望 對我們這個世界的修正版本 其實兩個是同一個世界 小說人物有跟我們一樣的影響 弱點 力量 他們的世界並不比我們更美好或更偉大 但是差別是 因為小說寫完了 所以他們的人的命運已經走到最終 所以他完成了 我們現在無法完成的東西 這是小說 其實大家看鼠疫 就可以發生這件事情 鼠疫裡面的世界 由於我們更美好或更偉大 老實說沒有 老實說沒有 政治其實非常的相效 如果你看到他一開始 上級在面對 可能有人提出有瘟疫的態度的時候 就知道這件事情 他們的一個態度就是 有瘟疫有真的嗎 不要吧 不要驚動大家 那沒有 蠻現實 蠻現實 然後呢 接下來 他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呢 因為理由他們覺得這樣實在不行啊 所以他們還是一直有上訴 因為他們是殖民地 所以他上訴是放股中的 OK 拿到了一些血清 就是治療鼠疫用的藥 但是 指垢最基本的還存存料 OK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是 屬疫全面爆發了 控制不住 於是在他第一步的結尾 非常簡短幾個字 就是瘟疫爆發 下令風承 很有計時 雖然這是 一年四五年代的小說 那他們裡面的人呢 藍伯從一開始 OK 想寫個有趣的報導 來到奧蘭 然後在風承風承的時候 他的一個想法就是我要想幫他重出去 然後甚至他就跟李二醫師講說 我會拜託你 你幫我開個證明說我死定 讓我出去好不好 非常真實 如果碰到相關的事情的話 我第一個幹的事情應該一直這樣 他並沒有比我們 真的多了些什麼事情 所以其實坦白講 某種程度他其實就算很貴的是 我們兩個 小說中的世界跟我們的世界 其實都是同樣的真實 但當然是有差別 差別在於什麼 差別在於 小說從我們的真實取材之後 會做出一定程度的調整 其實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就像他講 我們的命運還沒有走完 那小說人物的命運已經走完 而在他們走的過程之中 就是作者本身的安排 那作者怎麼去安排 就是卡蜜本身認為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寫作 跟藝術作品要彰顯什麼價值 所以對於卡蜜在文學作品上的 幾個重要的評價 那第一個當然是羅蘭巴特所提出來的 不管他是用白色書寫 或是中性書寫 或是零度書寫 都好 他講的是 卡蜜基本上 是一個很省文字的作家 他就沒有多加裝飾些什麼東西 你大概可以真實看到的 想把他就是直接呈現給你看 或者是他在 這當然是 羅蘭巴特對於理想人 評論大家屬於講的 一樣的適用 他對於所有的長刻畫 都是非常簡單 明快 迅速 不加論事 可是為什麼卡蜜要怎麼做 因為 你唯有這麼做 才能夠讓 你的讀者直接面對到你 要他們面對的真實 而 什麼是卡蜜他自己 要做的事情 他到底面對了什麼真實 其實用他自己的話就非常明白 所以說 所有的歐洲人 對於鼠疫 他在裡面當然沒有提 只字未提 但是大普之下都已經認出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批判納粹 他講這個狀態其實就是在批判納粹 壓迫下的狀態 這就是他要的結果 而真正的寫作 在他看來 所謂的風格是什麼 是我用我的語言去重新建構 從真實的取材 那我做的建構是什麼呢 我做的建構是 我知道真實不夠完美的地方 我在小說完成裡面看 這個是卡蜜有所認為 創作的風格 最核心的一個重要禮感 他是取材於真實 但顯然 他不是完全的真實 如果他只是完全的真實的話 大概也不用看他小說 你就看你會查什麼比較好 但他透過所有真實 跟真實基本上是一樣的人物 設定 世界 情境 但他用他們裡面人物的選擇 看起來合理的選擇 去告訴你 我們可能可以找到什麼樣的領對方法 這個是或許在我們的世界中 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但我透過小說人物來完成他們的命運 來展現給你看 可以怎麼做 這個就是他的寫作風格 以及他個人的藝術 的理論 所以對他而言 過往在討論藝術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 宏基也講的 基本上 兩種基本的論點 一種叫做倫理體制 什麼叫做倫理體制 就是藝術創作是什麼 就是假的 柏拉圖就是最標準的一個觀點 柏拉圖一個著名的名言 是什麼呢 是我們要把劇作家 跟詩人趕出我們的城堡 為什麼 因為對他來說 什麼是只有真正真實的東西 只有關鍵是真正真實的東西 你所有的藝術創作 不論你是繪畫 你畫一個蘋果 那個蘋果會是真的蘋果 當然不會 你雕一個塑像 那那個塑像是真的人嗎 顯然也不會 所以所有的藝術創作 在這個角度裡面 他其實只是一種 對真實的低劣寶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個複製品 山寨品 所以在這個角度裡面 藝術的價值 坦白說是非常低的 在一個非常傳統的思想邁入裡面 其實長久以來 藝術觀點是這樣 但後來又出現了另外一種 怎麼去理解 藝術創作跟真實之間的關係 叫做在線體制 什麼叫做在線體制 就是藝術雖然我們都知道它不是真的 但它可以在線出真實 在繪畫中非常標準的做法 就是什麼 就是透視法 大家知道什麼是透視法 意思是什麼 我可以在平面透過我的繪畫技巧 展現出3D的空間 那個是真正的3D嗎 當然不是 它就是平面 但是它所展現的 卻是真實的3D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藝術它不再只是一個低劣的仿冒 它本身有可能 可以再次把真實成為在不同的地方 但這個想法跟前面 裡面卻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是沒有幾 就是真實與藝術創作之間 真實永遠處在一個優位的地位 不論你只是低劣的防控 或是你有辦法在線 其中一個關鍵都是 你呈現的是真 當然有個想法是你更不肯呈現生存的任務 但在價值的評價標準上 真的跟藝術創作之間 真實永遠是最優位的 你有講什麼 但在卡喬的想法其實 並不是長這個樣子 它提供另外一種可能 藝術作品的真 它當然不是完全的真 但是它要做的什麼 它可以比真更真 因為它可以在藝術作品中 去展現我們應該在現實生活中 去行動去體現出來的意義 這個就是卡喬他個人對於藝術創作 的一個很核心的看法 那當然 另外 不管前面對於蜀術本身的內涵 又或是對於他的藝術創作的手法 怎麼去可以展現 怎麼展現卡喬所謂的反抗行動 最終還是我們得回到現實來看 那到底 這樣的東西 它可以給我們現在的生活 什麼樣的意義 因為所有的經典坦白說 它其實就是一本死的書 它可能有不同版本 那其實就是一本書而已 它的意義 得要靠什麼 得要靠每一代的讀者 去重新閱讀的時候 去抽絲剝繭 然後去看它到底對我們的當代 還有什麼樣的氣勢 但是 照卡喬的看法 就是你不可能 真正的完全 身搬一套過去所有美好做法 因為如果 你要能夠傳現真實 並且你要比真更真的話 你一定要回到你當下的處境 所以卡喬的這本書 當然 它可以作為一個純粹的計势 本身當然是相當有意義 如果你可以看到 它前面對於整個瘟疫的疫情的描述 以及人們怎麼面對瘟疫的態度 大概在現在當下就非常不用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起碼無出於測 那當然它也可以作為某種心理人之助 角色所選擇的勇氣 可以給我們面臨大家的困境 帶來某一點程度的希望 但如果 尤其是因為我自己是做這個思想 這個理論本身 如果我們要在理論性上面去看 這本書 或是它的整個思想 到現在會有什麼樣的貢獻 或是指導的意義呢 我覺得基本上可以從 必然的角度來看 第一個角度來看 是 卡妙真正要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 當我們沒有了超越性的權威 或用你一探話說上帝已經死了 沒有超越性的權威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談到 還是所有一切都只剩下你自己選擇 在卡妙來看 其實完全是可以 從他屬於裡面 李賀醫生跟您神父 潘典露的對話就會知道這件事情 潘典露他這個耶穌會的神父 呃 牧師還是他沒有忘了 OK 耶穌會的神職人員 那當然 他問到瘟疫的時候 他本身也有跳下去幫忙 但他的基本的回憶想法 就是這就是上帝的懲罰 所以我們應該要去接受 甚至去反思 所以他在跟 李厄 某程度就是卡妙的化身 有很激烈的爭辯 那他的看法就是 OK 他們這個情形是什麼呢 他們看到一個幼童染上了鼠疫死掉 OK 我們當然是沒有辦法 去理解這件事情 但是 從拜託的觀點來看 或許我們要學著去接受 甚至學會去愛 那卡克的化身理由當然 他非常簡單的意思 就是 不好意思 我到此都不會去 愛一個讓孩子受折磨的影衆現象 荒謬就是荒謬本身 你不能去期待 你要為荒謬本身找到什麼理 要創造理 唯有在我們怎麼去面對荒謬的時候 才會創造理 這就是卡妙在一個 倫理上的一個基本觀點 但是這並不代表 說 他們就不能夠共存 因為對卡妙來說 其實這一切 就如他說的 是一個2加2等於4的基本事實 所以 在他們這個激烈的爭辯之後 他能無聲出手拍上的說 但我沒有辦法說服你 雖然他們還是願意一起繼續行動 但沒有辦法說服他 不過理由說其實很簡單 這沒有什麼關係 你只要知道 其實我們痛恨的就是死亡跟疾病 而且不管 你用不說服 不管你態度如何 這就是我們要一起面對 一起去對抗的事情 然後 他最後用了一個 如果你開了一些濾精 會覺得可能有點激情的 場面去描述這一段 不是很 哲學 花火的場面 代表這一段 是他握住了帕利路的手 說現在連上帝也無法交換 會開 然後 撇除 開粉紅色濾鏡的部分之外 其實 從他這一段爭論 以及他最後的表現 他其實想說就是什麼事情 即便我們沒有超越性的權威 沒有一個對一切普遍性客觀的 標準的時候 我們能討論我們該做什麼事情 當然 當然可以 只要你也痛恨疾病與死亡 我們就可以討論這件事情 而且只要你也知道 疾病與死亡 所以我們要共同面對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有可以討論這件事情的空間 所以這個是 在所謂的 從尼采到存在主義 你這樣一直以來的一個問題 是 當所謂的超越性基礎不存在 當賦予意義的基礎空缺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辦法討論 卡米歐會認為 當然有沒有辦法討論 只要我們對這些基礎事實 我們都痛了死亡疾病 那我們就有討論這些空間 另外一個有趣的事情是什麼呢 是 我們基本傳統上 對於討論倫理 對於討論人的行為準則的時候 大概基本上兩種預示 一種我們純粹從個人角度出發 一個純然個體主義式的討論方式 那當然當代自由主義的基本基礎 也是利益的事 所以這個應該陌生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超越所有個體加總之上的集體 它可能是民族 可能是國家 可能是其他的 某種團體 它提供了一個超越性的標準 或者它可能是某種理念 比如說共產主義 它提供了這個超越性的標準 來討論 我們應該怎麼行動 但是卡丘他有句話非常有趣 叫做我對人類的命運是悲觀的 但對人的命運卻是樂觀的 其實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 它其實 是不是出來的個體主義 當然不是 從前面角度來看 其實剛剛不是 但是它是不是傳統的集體主義 其實也不是 因為在他看來 如果真的有某個超越性的存威存在 超越我們所有個人的存威存在 它提供標準的話 那 它基本上 就有一個風險 就是 它可以證成 我們的所有任務的手段 都有可能 比如說 剛剛講的 共產主義做為一種啟示 那為了達到歷史的倒標 我這樣做 雖然可能是暴力 但是 是正當的 但更早之前 關於宗教信仰 會造成什麼事情 那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有個贅述 所以在卡蜜看來 你去依託一個 某種超越性的存威存在 或許 某種主義可以 某種程度的取代上帝 但它造就的結果 絕對也不是大家的字眼 因為 在這個超越性的權威之下 它在某種程度 就有一個風險 是 你可能會 正成 一些 其實你不願意去面對的手段 而這也是 在它反抗者裡面 在講 不論你是心而上的反抗 或者歷史這種反抗 最基本忽略了一個問題 以至於他們最終 雖然他們都認為 我們應該改變 我們現在不合理的處境 可是它最後卻 某種程度又成了 新的不合理的原因 那卡蜜他到底要的是什麼東西呢 我個人認為 如果要比較準確的描述 這個詞彙當然是寄來的 這是從惡蘭那邊寄來的 叫做複數性 什麼意思 我們從惡蘭去回答 我之前也 剛剛也講 惡蘭說他不是個哲學家 為什麼他不是哲學家 因為哲學家在意的事情是什麼呢 是一個集體的 單一的人類 而不是個別的活生生的人 這個狀況就像什麼 就像是生物學家 在做生物分類的時候 他其實在意的不是個體 而是一個群體 當我們把獅子跟豹分開來的時候 我們care不是這隻獅子 或那隻獅子 這隻豹或這隻豹 而是獅子跟豹 作為一個群體本身的特質 而不是所有的個體 但是惡蘭會看來 他認為 唯一真正存在 和自始存在 其實是每個活著的 書意的活成的人 所以在他看來 這當然不是存在個體 但也不是個體 而是一個複數形態的存在 雖然卡密歐 他在論證的過程 他的取代方式 跟惡蘭有非常大的差異 但是如果要說 他們對於某個基本的倫理出發點的話 在這個上 我個人認為其實是一致的 就是他們所真正肯認的東西 並不是個體 但也不是集體 而是一個複數性的存在 也是他認為 我也在真正理解人類處境之後 才能夠得到新的倫理學的出發更新 所以這兩件事情 是我認為如果卡密歐的著作 他的思想要抽象的體煉出來 可能有意義的話 在理論上貢獻 我更認為應該是 這兩件事情 那最後 我用卡密歐 我自己最喜歡他一段話 來做總結 是 請不要走在我的前面 因為我不喜歡跟隨 但也請不要走在我的後面 因為我也不愛領導 他所期待的是 與我同行 這個就是複數性的人類處境 那現在 我期待也是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同行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好我們這個 謝謝一部非常精彩的這個 給我們介紹這個卡密歐的這個 這個瘟疫 以及這個卡密歐的一些 關於歐妙或者是說反抗的一些思想 那其實我自己有 有 我自己也有一些問題 或者是說這個 但是我 我在想是不是 先 交給 先給各位 朋友 我們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說什麼 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 或者是說 有一些想法 也可以大家一起來分享 好不好 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 有沒有 那個 朋友 這個 對於這個 瘟疫也好 或者是說 對於卡密歐也好 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說 感想可以跟大家分享 嘿 嘿嘿 你走 一夫 一夫同學 你好 好 對於我首先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應該 因為是你一開始有些 詮釋那個荒謬跟 反抗的這個結構 然後有同時再進入 鼠疫來分析 那我有點好奇就是說 我覺得有個部分還期待你在 做多這些說明 就是說 呃 因為其實在鼠疫中 嗯 其實 似乎並沒有那麼明顯的 呃 去呈現荒謬的一面 就是 似乎很多的 讓我看到的就是說 有一些 就是 呃 比如說 就是 算那個小說中的兩個主角 就是那個醫生跟那個 你說的那個 知青 所以他們兩個都好像是一個 比較在 呃 積極行動的人 可是我注意到小說 其實常常 就是去呈現說 有一些比較 原本 不那麼 呃 不那麼堅定的一些配角 比如說有的人想逃出去的人 有的人其實一直不想去參與那個 呃 幫忙 救助小組的人 可是這些人就是 呃 對於這些人那個 兩個主角 兩個行動者 他們好像一直 就很關注他們 就是其實這一點 其實我自己讀的時候 是一直有一點點的疑惑的 因為 其實 當時那個救助小組的人 都很忙嘛 就大家知道就是 有個醫務人員 一直在很忙 然後有一個 遊手好險的人一直來找他 所以我有一些人是煩惱 想一直跟你說 我就小時候聽來講這個 就是這個地方我覺得 呃 很有趣就是 也是 屬於一個特點 那我想 呃 可以解釋一下這個部分 那 呃 可是這個部分我想再問的是說 呃 要怎麼理解就是 呃 卡密爾似乎在小組中 去詮釋 至少是醫生李二的那個 行為的動機 他說 就是這個 簡報講的嘛 就是那個 有人選擇去證明 2加2等於4 這個在 呃 卡密爾的詮釋中看來 就是對於李二這樣的人來說 是一個 2加2等於4 這麼的不正自明的 就是 呃 只要我們有 選擇去 堅持它就存在 就我們 自然而然應該去做的事情 那 呃 可是這個事情 呃 它到底是 它跟荒謬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 到底 在屬意中 是荒謬是一種 會去威脅到這種 這種 這種簡單的真理的 存在的 一種 什麼樣的狀況嗎 就是這個 這種定理跟所謂荒謬的關係是什麼 那另外就是 呃 再稍稍延伸一點講的之後 其實你 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詮釋嘛 就是你會不會用 惡然的複數性來去講 卡密爾可能 還倒下的東西 那只我好奇是說 如果 這邊 卡密爾所講的那個 反抗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基礎 是一種 那種 似乎要去 對抗荒謬的 所堅持的某種 好像不正致命的 做 像是惡加累四的東西的話 那這個東西 其實 呃 它並不直接有複數性 因為其實在 惡然的架構裡頭 這個其實屬於真理啊 因為真理是一個人就 直接可以 知道的東西嘛 它不需要通過跟大家確認 就 就是真理 對不對 對 但是我覺得 有很多可以繼續討論的地方 這樣 可以 先回應啊 因為那個雨中 雨中的一項這個是 問題就是很 精闢的 然後有很多的這個狀態 對 我覺得你一開始講那個狀況 這個好像 就是說 在疫情報 在有這個瘟疫的時候 有些人就是很認真的在投入這個 那個工作 但有些人就是有手好險 的這個狀態 這好像 不是 這感覺起來 並不荒謬 這好像是常態 台灣現在也是這樣 就是 有些人好像很認真的在 在這個 處理疫情的問題 但有些人也是 拚命的用這個東西 在刷除在感 做一些奇怪的建議 對 然後這個 我只是插個話 那那個 雨中提了三個有趣的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請一副先 簡短做個回憶 我想我從最後 嗯 OK 我先講 它的荒謬到底底下 在哪裡 其實坦白說啦 它整個 場景設定 情境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荒謬 當然 雖然我在裡面 我演講裡面 非常focus在 積極行動的幾個人 這是當然的 因為如果要看到 卡密爾所認為 我們應該怎麼行動的話 你當然是得看他們 你不會是看 什麼事都沒做 甚至其實在城裡 最大多數的人是怎麼樣呢 OK 封城了 然後呢 他們原本生活造就 那到後來 原本生活造就 就逐漸變成冷漠 然後 在開城呢 就是最後屬於 不知道為什麼消退 的時候 他們大多數人 其實也就是 有點像鐵洞一樣 但慢慢又回歸入場 坦白說 你從前跟後 他們到底 經歷過這件事情之後 他們得到了什麼 其實也沒有 這一切其實 就只是一個 突如其來 而沒有創造出 什麼其他東西的困難 其實這個狀況 就是什麼呢 為什麼卡密爾告訴大家 雖然他沒有明確去指認 但其實 很多的歐洲人都看出來了 他在講大粹 其實這個狀況 就是什麼 大部分德國人 在面臨的激烈的價值 轉換的時候 其實他們好被言 跟沒有轉換是一樣 用偶然話來講 就是在他們看來 道德 某種程度 跟餐桌禮儀 好像是一樣 你今天去中餐 你就去用筷子 你今天去西餐 你就用叉子 或刀 就是這樣而已 從 我們不應殺人 到我們要殺人 再從我們要殺人 到我們不應殺人 這個狀況轉換 反彎 彷彿像是沒有發展的是一樣 其實這本身就是他面對他的後面 那 第二個 就是 複數性跟真理之間的關係 坦白說 卡密爾這邊 講的真理 他不是在講概念上的真理 所以坦白說 沙特某種程度的批評其實是對的 如果你從哲學概念上的角度來思考的話 actually 到底為什麼是這樣子 他其實沒有給出任何概念上的論證 為什麼 我們應該要討厭死亡跟疾病 其實他不是照傳統酸酸論論的論證 從大理解小學題來看 對他而言 這就是一個最基本的生活經驗的總理 所以他討論這個真理 從來不是一個concept上的真理 而是在他所認為 我們所處的共同經驗 應該要共同承認的事實 這個是我個人對卡密爾的理解 當然有些二手文件解決同時在講這件事情 他不是在討論一個concept上的真理 對 所以他當然不是在討論 厄蘭所認為一個人可以找到的真理 比如說如果要回到厄蘭來看的話 他所認為的人類基本的存在處境 應該要是平等而疏於的人的彼此共處理 這有什麼邏輯上的解釋 如果你去看的話 華厄蘭的著作領執應該是在 《導入政治語》 裡面講 他的做法 是直接講說 因為神一開始造人 不是造一個人 而是造男人跟女 就是創世紀 他其實就直接引創世紀 如果你真的要說他有什麼 理論上論證的話 大概有這句話 那等於七八八 你可以說沒什麼論證 但某種程度 就是他為什麼會想像這個 因為他認為這其實才是 彼此之間共存 所應該有的狀態 在一個合理經驗下 那在這個地方 我的理解是 複數性跟 我用真理這個詞 其實其實並不衝突 我用2加2等於4 這些字其實並不衝突 當然這某種程度 我們必須承認就是 如果你要求的是 community 這種概念上的 整理論證的話 他的確沒有 但是同時也就不會產生 你剛剛說的問題 那最後一個是 他對於其他人的反應 那描述其實非常的多 那從一開始的門訪 也是最老死的那一位 到最後發瘋的柯塔 柯塔是什麼呢 是在瘟疫結束之後 依然希望瘟疫能夠持續的 因為他是一個殺人犯 那卡命知不知道 有這些的存在 當然知道有這些的存在 而且真實的情況 就是只有這些的存在 或者是甚至 最大部分人 其實像我一開始講的 怎樣是什麼呢 是 OK 鼠疫來了 鼠疫去了 他們遭受痛苦 但是好像也不知道得到什麼 其實是這個情況 所以其實卡命也知道 真正能務頂征而出的人 是少數 真理 或許 是不正自明 但他是不正自明 跟他應該要對所有人來說 都是不正自明 都是同一件事情 其實這卡命也非常的清楚的知道 即便要認真的面對荒謬這件事情 多數人做不做得到 其實做不到 其實做不到 所以鼠疫的記事 在故事的結尾 他說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他最後揭露了 李二醫生做一個敘事的身分 他說他為什麼要做這個敘事 因為 他想要記下件事情來 當人類面臨一樣 甚至更恐怖的事情的時候 至少有某個參考 是我們可以做什麼 或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去提到 這一起 完全全然的恐怖 因為他其實知道 大部分的人 並沒有從中 記得些什麼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 《瘋疫》這本書 《蜀疫》這本書 對於疫情在蔓延的時候 有一些描述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我簡短的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我覺得蠻有趣的段落 就是說 就是說到底在這個 瘟疫蔓延的時候 比如說他這裡面是說 如果大家手上有說的話 就是在74頁這邊 他說這個瘟疫給市民們帶來的 第一個感覺 就是被放逐 可是在這個被放逐的感覺當中 又其實心裡是有一點激動的 因為覺得大家在為了某一件事情在奮鬥 然後這個東西可能短時間內 比如說三個禮拜四個禮拜 甚至這裡面的說法是說六個月就會過去 可是發現過了這段時間 沒有過去之後 接下來就產生了一種 這個感覺就是說 所有囚犯與所有流放者最深沉的痛楚 這個痛楚是什麼呢 就是跟毫無作用的回憶共同度日 這種感覺就開始進入了這種 很深沉的 好像一種被放逐的感覺 但是這個好像也是一個階段而已 接下來再繼續下去 大概就類似產生了一種苦中作樂的狀態 就是說因為這個鼠疫的關係 所以說所有的這個咖啡廳 或者是說地裡面都不營業了 所以大家就都跑到 大家有點 似乎是有點任命了 所以就跑到街上來 這個時候 跑到街上來 然後或者是說 好像很樂天的這樣子在過日子 這個時候呢 就產生了一些奇怪的東西 比如說 這個就有咖啡廳呢 貼出了一個標語 說這個喝酒能夠殺菌 所以說 那大家就有想法 就是說酒精呢 收定可以預防傳染病 所以說 反而呢 這個每天凌晨2點多的時候 就有為數不少的醉漢被趕出咖啡館 然後沖刺在街頭 到處上播這種 其實喝酒是可以預防傳染病的這種言論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還蠻對應我們現實 因為這個前幾天 還是昨天這個川普說 這個 是不是川普說這個 把這個消毒水打 那個注射到體內就可以防止這個 這個病毒這樣子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狀態呢 它到底是 就是我們 我們感覺起來這種 心態上面 面對瘟疫的時候 這種 心態上面 微妙的轉變 它的 這種狀態 這種微妙的轉變 它 是不是把某一些 我們可能認為 就是說 比如說荒謬的東西給突顯出來 或者是說 如果我們把荒謬理解成是一種 心理上面的這種感化 那好像是 好像是 這種 一種 荒謬的一種感覺就會出現 那 有沒有 一種 可能就是說 其實 這些東西 它其實它本來存在於 我們 這個環境當中 然後 只是因為 這個 這個 某一些意外 或者是說 某一些 這個 這個狀況 某一些偶然的因素 導致了這些 在生命當中 或者是生活當中 原本很荒謬的一些 東西 它就像是 這個被 放出來了 這樣 我自己是 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 就是說 這個 瘟疫裡面 對於這種 這本書 對於這種 心態上面的轉變的描述非常有趣 那 換個角度上 換個 在 換個角度上來說 這個 呃 因為 這個 疫情的關係 然後有一些 人產生了一些 這種 所謂的 熱天 或者是說 那種 奇怪 或者是說 乾脆有一點就是說 放棄 就是說 反正就是 喝酒能殺菌類似像這樣 就是說 這種 我就懶的 這種心態 產生的動向 跟 這個故事裡面的 這個幾個主角 就是說 他們可能 想說 可以做一點事情 這裡面是不是有一些 對比 或者是說 這個荒謬或者是說 反抗的意涵 在裡面 對 我是 突然就是說 因為語中提到的 這個 瘟疫當中的這種 這種 這種 好像是很平靜的一個 狀態 裡面讓我想到 就是說 這個 心態上面的 這個 變化 對 這是一點 那我們看看還有沒有其他朋友 有什麼樣的 想法 或者是說 特別的感覺 那個 那個 妹妹對不對 對 對 就是 剛剛 有講到 那個 反對 荒謬 然後 以及 肯定 荒謬嗎 那這兩個 其實好像 不是完全 就是 不相容的吧 我可以肯定 世界上存在的荒謬 這個世界 我所生在的 其實荒謬 但我同時也因為我這個肯定 而去反對 荒謬現場的存在 就是 就是說 這個 荒謬這件事情的 肯定跟反對 有沒有可能是 不相同 就 不是兩個對 不相同 再看 那位 那位 角落的朋友 我純粹只想問一個 角色的問題 因為就是 綜觀這個小說的幾個主要角色 就是 在看的時候覺得很準確 就是有勇者 有追隨者 有投機者 然後有堅信 至高無上存在者 這樣的一個角色 存在 但是你剛剛提到的一個就是 住在那個 老實公園的樓上 那個後來發瘋的柯塔 我有點看不明白 就是 他在 這個作者創造這個角色 他想要傳達什麼意義 好幾件事這樣 合看你的詮釋 有 他真的是公園 他們 凡事 喔喔喔 我以前傳 就是一開始吃 自殺後來發瘋的那一個 對 這個角色很好奇 好奇你對他的詮釋是什麼 好那我就一部分 一個一部分來回 那我覺得第一個問題 其實應該是我表述上面不夠清楚問題 其實應該這樣講 你認真的面對荒謬 你才能夠去反抗 因為如果你根本連荒謬都沒有察覺到的話 那當然沒有所謂的反抗 你根本會覺得這是什麼問題 所以如果你要說 這叫做肯定荒謬而反抗的話 那當然是沒有錯 只是他講的肯定 如果我們換成認同 可能會更好理解他的差異在哪裡 如同 沙特曾經對卡謬的語言 其實非常清楚 是卡謬是一個指出荒謬 從而反對荒謬的作家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能夠真實的認識到這個存在的存件 並且他並不是以他為終點 而是以他為起點 來討論我們人到底該怎麼辦 在卡謬自己的看法裡面 沙特就是前者 他雖然認知到了荒謬 但他並沒有適度要反抗他 反而是覺得這恰恰就是 我們絕對自由的基礎 因為沒有一切的 超然的客觀性基礎存在 所以剩下的事情在選擇 他反而認為這是絕對自由的基礎 那這也就是他們兩者最大的差異 所以對於卡謬當然 你要能夠只認出荒謬 認真的面對他 然後從中就會得到 我們應該反抗的結論 這個在卡謬的理解會是這樣子 至於柯塔這個角色其實 蠻有趣的 就是他是一個原本企圖自殺的犯罪者 但是最終他為什麼會發瘋 是因為他其實不希望找瘟疫過去 如果真的要說 柯塔這個角色到底在講什麼的話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比較像是 就是他卡謬在反抗者之中 所提過的 像杜斯科爾爾布斯基等等 筆下的角色 就是這個角色 他其實某種程度 認知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荒謬存在 不然他其實不需要去選擇自殺 可是他最後的狀況 其實反而是 在荒謬這個沒有超然 客觀性基礎下的存在的時候 他為什麼要繼續瘟疫 能夠繼續存在 因為他的犯罪就不會被審判 他甚至可以某種程度的 正常的活在這個層次之中 雖然這整體的狀況是不正常的 所以他反而最終是 認同了宏妍的角色 我個人的理解目前是這個樣子 就是柯塔這個角色 到底要跟李偉他們對比的是什麼 比較像是這樣子 所以他反而是 某種 在一開始其實他也知道 荒謬是存在的 但他最終 卻沒有影響正確人口 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我目前的理解是這樣 然後順便再呼應一下 主持人剛剛來講的就是 荒謬跟荒謬感 荒謬其實是一個基本的主要主境 就是這個世界本身沒有客觀性 和理的基礎 但這件事情當然不會 一開始 就立刻變成荒謬感 在學習佛事什麼話 其實他裡面講的也很清楚 這種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你平常在日常通過的時候 你其實不會感受得到 你就一切如常 坦白說你朝九晚五要上班 然後一不小心 如果你住的地方還比較遠一點 重新直接到兩個小時 像我從木炸到中文醫院 差不多這麼遠 的時候 你大概回去就想睡覺了 沒有什麼其他好認知不認知的事情 那或許在有一天你會突然赫然發現就是 我到底在幹嘛 我這個時候我跟倉鼠怎麼兩樣 就是在那邊跑跑跑跑起來 跑跑跑跑起來 就這樣 這個時候荒謬感才會出現 但是荒謬處境 當然是一直都存在處境 又或者是 像他屬於裡面講的 碰到這種特殊的事故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出來 那這個大概我目前的理解是這樣子 對 所以柯塔 你的意思是說 像柯塔這樣的狀態就是說 不能夠說他是一個反抗者 對 就是說他 那這樣他算不算是認知到某一種方面 他有部分的認知到 沒錯 所以他一開始才會 所以他的狀況才會是 也是有一個 微妙的心靜轉變 一開始想要自殺 到後來覺得 這個荒謬還不錯 因為在這個狀態當中 我不會 我過去的 那個 總是一些罪行也會遭到審判 這樣子 我們看看還沒有朋友 我覺得剛剛那個 那個 那個跟那個 妹妹 這不好聽的 就是說他開始提到 我覺得那個 就是 這個 異波剛剛 這句 就是說反抗者 這句話 他前面有一句 有一段話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因為我剛好翻到這個部分 就是說 在這句話的 在這句話 這個反抗的角色 就像是 羅斯起的作用裡面 前面他有一句話 我給我蠻有意思的 他說 在荒謬的經歷裡面 痛苦是個人的 一進入到反抗行動 痛苦 就變成集體的 成為眾人的遭遇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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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原本的這個 單獨一個人痛苦的 這個疾病 就變成了 集體感染的 瘟疫 然後 我們每天所遭受的恐難中 反抗的作用 反抗所起 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 這句話 我覺得前面這句話 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 就是說 在這個荒謬的經驗 或者說 在荒謬的體驗當中 這個 痛苦是個人的 但是如果你 進入到這個 反抗的行動呢 你的痛苦就變成 集體成為眾人的遭遇 就是說 單獨一個人的 痛苦的疾病 變成了 集體感染的 瘟疫 就是瘟疫這個詞 所以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這個瘟疫 他可能除了說 可能就是說 也許 他一開始可能是一個 當然他是一個 人力所沒有辦法控制的 一個意外 或者說 是一個災難 但是瘟疫 有沒有可能 另外一個意思是說 感覺好像是說 一個 超越一個人 然後大家這個 集體的 來承受的 某一種 的這個 這個 苦難 然後 然後 這樣的一個 意涵 就是說 就是說 原本在這個荒謬的經驗 一開始痛苦 是個人 但是 反抗的這個行動 能讓這個痛苦 變成 反而讓痛苦 變成集體 或者是說 在 反而就是說 在這個 反抗的行動當中 痛苦才成為集體 這樣的狀態 我是剛好看到這一段 想到前面這句話 對不對 我們 我們再看看現場 嘿 嘿 大家不要客氣 我們這個 是 因為是 剛剛 那個 剛剛在 那個 主持人跟 主持人在 解答的時候 我就想到 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是 我剛剛提問中 有一個點是說 嗯 就是因為 因為小時候中 畢竟醫生李二講的說 二加二等四這個點 然後把他 好像把這個 這個不正自明的東西 當作他去反抗去行動的 基礎 可是 可是我們知道 這個小時候人物的 講的話不是論證嘛 因為這個 這個話本身來看 如果跟 反抗這裡頭 直接講 來對比其實是有點矛盾嘛 因為你之前講 荒謬原本就是把 這個世界背後的 真實啊 客觀基礎都抽去了 那 怎麼可能再以 就是 一個二加二等於四 這種客觀基礎 作為行動的旗幣 那我在想 是不是我們可以 反過來再理解說 就是 因為阿大育寶剛剛講的 我覺得陳階他講的 就是說 嗯 瘟疫在某種程度上 是一種 嗯 就是這種荒謬 通過人們的 一種 嗯 集體的 嗯 不作為 或是不行動的 方式展現 然後 當 當那個有人 開始去 行動的時候 的本身就是 對於這種 荒謬的反抗 因為這行動本身 才會去 產生出 去對抗這種 荒謬的一種 這行動本身去 產生出 某種他追認的事實 或是真理 就是 那個 反過來說 就是荒謬本身的呈現 就是 在瘟疫中 大家有一些很 荒謬的行為 然後大家都 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不去行動 就好像反過來變成 不去行動 這個 面對瘟疫不去行動 本身是 就是瘟疫 這是一個 突然想到的一個理解 好 那我還是先回答一下 我覺得綜合這兩個 其實主要都還是在 他到底怎麼從 我會說要反抗 怎麼從個體推到 至少是超越個體 然後就算不用解 你是超越個體的存在 我個人理解是 如果 就是要把它 比較理論化一點 那坦白說 他自己 當然不是一個很理論化的 思想家 就承認我剛剛講的 即便他在講的時候 他用了 真理這個詞 但他 絕對不是那種概念上的 比如說 概念上的蘊涵 跟實際上的展現 是兩件事情 在他認為 概念上面 如果你可以真實的 認知到荒謬 其實基本上 你就會知道 接下來的 如果事情 因為在概念上 是相通的 但是 他在現實社會中 生活中的意義 要怎麼被突顯出來 的時候 這個當然要透過行動 他才會展現 所以他不會只是一個 個人認知的問題 他一定要有具體行動 他才會 從個人的 疑惑去叫做疾病 而成為了 瘟疫 其實就正如同 應該是在前面一點點 其實也就是這個 就是瘟疫變成了某些人 也才顯露出他真正的本質 就是這是重點的事情 所以當然 對他來說 瘟疫的確是 針對眾人的 而且他也是透過行動來展現 但他並不代表的是 他沒有承認出來就不存在 就像是不代表你沒有意識到荒謬 荒謬不存在 是一樣的 所以這 剛剛在我裡面的理解是 在概念上 他怎麼去某種程度的 連結說 荒謬跟反抗 為什麼是可以正理的 但另外一個方面就是 如果你要怎麼去把它在 限制中呈現出來 那當然要透過行動 我的意見會是這樣子 當然也許 我的這個做法可能是 用一個 過度 constant的區分 或是 試圖讓他更合邏輯一點 的方式是詮釋 然後這是有可能的事情 那所有的 思想家的詮釋者 其實都會幫我同樣的一個困難 就是他本身 到底在用這些詞的時候 他有沒有想這麼多 或是他在寫小說 跟他寫這些比較 思想性的著作的時候 有沒有想這麼多 這坦白說我不得而知 那我只能是 試圖上 從這些文本 去從中書裡書 我認為可能比較 內不一貫的狀態 會是長什麼樣子 帶時間 沒有 你剛剛舉手是不是 對啊 好 我想說啊 因為你前面講說 什麼是荒謬 就是 如果你都不care的話 就沒有 事實上就不會 這個世界就沒有任何事情 是荒謬的 那 所以我自己讀這本書 我會覺得說 瘟疫啦 雖然說可能大家覺得說 他是一個 他可能在指納粹 但是我覺得瘟疫 可能就是代表的是死亡 那什麼是荒謬 生命本身可能就是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就是你去發現生命的存在 那他可能就是一個很荒謬 為什麼我們會存在 那你就會開始去發現他的荒謬 那像你剛剛說的反抗 那像你剛剛說的反抗 比如說卡蜜他想要參加那個軍隊 但因為他有幾個不符合 所以他反抗的方式不是只有參加軍隊一種選擇 那他也可以是用那個他的文字 就是等於說意識來做反抗的意思 那所以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這樣去讀 就是 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然後瘟疫啦 不管他是瘟疫或納粹戰爭什麼 他可能代表就是死亡 所以當你發現生命的荒謬 然後並且能夠找出方法去面對死亡 就是去面對死亡 找出死亡 答案可能他本身就是對生命的反抗 或者說 不管你要用世界來解釋 或什麼 他都是生命 那至於是個人或群體 我想我們可能在座的每個人都是擁有生命 這個東西的 就是我們都被誕生下在這個世界上 那所以 我可能開始意識到說 我的存在的時候呢 我可能 他我可能就是會開始做一些反抗 那我在想說 這樣是不是符合你所謂的荒謬跟反抗 那他當然可以延伸到生命啊 世界啊 威力啊 戰爭 就是whatever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說法蠻有意思的 我覺得好像是感覺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在這個瘟疫的狀態之下 你還活著這件事情 本身會讓你覺得荒謬 就是說 這有點類似像是說這個大 這個 有一些這個集中營的這個大屠殺的幸存者 他們在這個戰爭結束之後 他們會傾向於他們不太想要去談他們在集中營當中的經歷 因為他們覺得說 我作為幸存者這件事情 本身是可恥 為什麼是可恥 因為我活下來 那我活下來這件事情 本身是一件 也許 蠻可恥的事情 就是說 就是說為什麼是我活下來 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或者就是說 產生類似這種 就是說為什麼是我活下來 為什麼不是其他人活下來 為什麼是我這個生命 最後也會有下來 那其實這種信存者的這種 這種 這種 這種心態 就是說在這種 我覺得 這個瘟疫這本書 是不是也有處理到 就是說 這種 這種 類似像是這種 信存者心靈的這種 或者說 狀態 就是 就 那我 等一下問一下 我覺得是在 這要分幾個層次來看 那在最終極的層次上 當然完全是這樣沒錯 那坦白說 就是 學習我這是什麼話 他一開始問了說 自殺是唯一嚴肅的哲學問題 其實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你會發現 最終極的荒謬 其實就是生命本身存在的荒謬 所以他才會說 這個 就是 要不要自殺 是唯一嚴肅的哲學問題 所以他在終極的層次上來說 事實上沒有錯 那在他的 屬於這本著作裡面 也有展現這樣的成文章 不過 在另外一個問題是 他們其實同時也知道 討論終極問題 不會只有在概念上討論 因為在現實中 會讓你涉及終極問題的 其實都是具體的 社會現象與行動 不論是真正的疾病 抑或是納粹的破壞 這個才是 會 讓你在現實生活中 面臨到 你的生命 以及傷害 的 真實原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在他看來 我們一定是 要從這個真實的生活中取材 而且這也是為什麼 他其中一個很大的部分 的確是在反對納粹 沒有錯 對不對 因為 所有這些終極問題 如果你要在現實中實習 出現的話 他其實是 這樣子出現 那如果生命 存在有沒有意義的 最終極問題 的最現實實踐 的確就像集中文是一樣的 那不是只有個體的生命是無敵 是一整個群體的生命 本身就是命無敵 狀態 那學長對阿胖非常熟 就會知道 會用 andline 活命 的概念去描述 那的確 在很多集中文明出來後的人 也是 這樣的狀況 其實在屬域裡面 大概也 這種人也不算是少數 當然他最多的就是 某種程度就是遺忘 就是遺忘 雖然我們經歷過 這麼大的變動 但最後好像又 一切如常 所以 李二醫師才會在最後說 他留下這本記事 是 因為他知道 鼠疫並沒有真正的消失 他潛藏在位子裡 潛藏在書堆裡 直到下一次的反應 所以 我的理解是 如果在最終的概念上 來說 當然是沒有錯 作為 階級佛士的神話 的具現屬命 他的確是要面對這個問題 但在另外一個層次上 同時要處理一個問題 就是 所有這些終極的危機 在現實中的出現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面對它 那 你會有通過你的批判 正如同他自己 真實人生中 就是這麼做 他在戰鬥報的主題 到後來的 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時候 他 既不是法國主流派 也不是阿爾及利亞派 他是 反戰派 對 因為對他來說 其實真正對大家的問題 就是 不論 你是用民族主流 或是其他 瓦雷奧爾巴過去的榮光 那藉口 死的都是一般人 所以 我個人理解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李宗提到的真理的問題 就是那個2加2等於4 因為這個問題 我在看這本小說的時候 我也在想這個問題 為什麼是2加2等於4 直到我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覺得我理解 因為 2加2等於4 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它簡單到你根本不需要 任何的東西去 作為基礎或者是什麼 那我就看到這段的時候非常感動 除了這兩個人 這個 心心相襲 心心相襲 握起了手之外 因為我們看這個前面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 這個東西是 一個有神論者跟一個無神論者的 沒有辦法解決的衝突 因為我其實對小說裡面 這個神父的角色是非常的有興趣 非常的特別的野心 因為在這種瘟疫的時候 他在做的一些 看起來 似乎對防疫沒有什麼作用 但是又好像還蠻有用的 其實都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都有啦 就是最一開始死的其實是門房 就是李宗醫生的門房 那時候來關心的誰就是潘靈魯神父 對 因為他們這個耶穌會的 相關這個 以寫之事情的不算太常 對 但是他很有趣的是 他在另外一段是在講那個 他靈魯神父講道的時候 他基本上就是食災啦 上帝的顛吃啦 其實出來就是 那個要悔改啊 末日禁啊 差不多 對 所以他其實潘靈魯神父也是一個 蠻有趣的角色 就是你說他實際上有沒有在幫忙 當然有 但是 在他的背後的基礎是什麼 當然是 基督教的慈愛 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就是 OK 神法 所以說 我們就是說 我就說從這個 從這段對話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一個有神論者 一個一個無神論者 一個完全無法過期 因為神父一定是相信 他從一開始在講道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說 雖然我們現在在經歷這個瘟疫 但是你們要相信 這是上帝的愛 然後這個 李二醫生告訴他說 我到死都絕不會去一個 愛一個讓孩子受折磨的宇宙現象 但即使他們有這樣的一個 有神論跟無神論 這個可以說是這個世界上最沒有辦法解決的衝突 以及這個disagreement的狀態之下 他們依然這個沒有各自沒有辦法說服對方 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痛恨的是死亡的 不管你願不願意我們都要一起承受一起對抗 我覺得這個真理的 真的真理感覺好像都是像這種東西 就是我們拿掉了這種論證啊 或者是說一些需要 可能需要一些複雜的體系去支撐的這種 所謂的真理的時候 反而那個最簡單的 他反而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凸顯得出來 就是兩個人握著手說 我們都要一起承受一起對抗 而且他的這個 團結的這個力道是怎麼樣呢 連上回避還要回避上神父的目光說 現在連上帝都沒有辦法將我們分開此處 我覺得好像這個 這個非常的 我認為這段落剛好這個一副方出來 就是非常貼近的解釋了一個 這種拿掉所有的這種各種的這種論證啊 或者是什麼的一個最簡單的一個真理 他其實是可以讓連上帝都沒有辦法 一個最大的 我們人類社會只能想像的一個最大的力量 都沒有辦法分開的一種 一種團結的狀態 這是我突然想到的部分 對 我們最後再看看有沒有朋友有什麼想法 欸你說 我嘗試問 然後因為我不太確定要怎麼問 沒有沒有 你只要把你的想法講出來 因為 其實剛剛講這個 提到一個詞叫招逢 然後我在別的場合也有聽到 因為他因為法文的法文不太好 他應該是R-E-N-C-O-N-T-R-E 就是如果用英文的發音的話 然後我想問就是他到底是不是在20世紀當在法國哲學裡面被標誌出來 就是被研究者標誌出來還是他在他那個討論社群裡面有這個東西 或者是他有什麼樣的知識體系之下會發展出這個東西 這個思考的脈絡是什麼 這是什麼特別討論 招逢 對的招逢 OK就是如果就我的理解的話 其實這個部分可以去看他的一篇討論 叫做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著 是當時應該是1957年左右的討論 其實他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藝術家跟他的時代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那卡謬通常一般翻會有兩個詞 一個是捲入跟介入 那其實他的招逢的狀況是什麼 其實就是 坦白說我們人被 OK是被沒錯 生下來到這個 本質上是荒謬的處境 其實這就是招逢 或者是 這是他所謂的捲入 但是 這個只是我們的 基本存在主定是長得如此 那你要不要繼續去介入 那就是另外一個事情 而繼續介入 其實就是他講的反共行動 以及他講的 藝術家的職責之所在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討論他 跟招逢相關的話 可能是在這個脈絡之下 去問就是 那不論是思想家或藝術家 跟他的時代關係為什麼 我目前的理解可能是這個樣子 聽起來這個詞有點像是命運 就是 命運 恩相遇 或是 我們用台語講話 就是 就是 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 瘟疫好像有這種感覺 就是說 如果 當然 這麼講 如果要再往上追的話 當然是 尼財所謂的homervity的問題 就是 熱愛運的問題 就是 如果這件事要在往上 就是這樣 也沒有辦法去 去 去 說 這個 到底我們現在遭受的這個 狀況 或是環境 可以歸罪於 哪一個人 或者是哪一個團體 反正呢 就是我們遇上了 遭遇了 這個命運 這個 這個 這個狀態 就是這樣子 就遇上了 我們還有沒有朋友的想法 還有什麼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因為我們時間 好像也不知不覺 就是超過了 那我們今天 這個 這個 你剛剛那個 批 瘟疫中的思考 還是這個 在瘟疫蔓延時 對 在瘟疫蔓延時的 這個 哲學思考 我們今天就是 到這邊 那 那等一下大家也是 結束之後大家有什麼問題 也是可以 大家留下來討論 或者是所有 研究 那 對 那就是很謝謝大家在這個 瘟疫蔓延時 依然呢 做一個 哲學思考的一個活動 好 那就是非常的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今天 謝謝大家